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杨洁篪在五角大楼会晤美房长哈格尔 印州居怀疑连环杀手 至少轻与受害 汉字国际巡演展首站西谷登场 晚上好 欢迎收看10月20日的凤凰美洲新闻 新闻首先带您来关注 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20号在五角大楼会晤了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 双方就中美两军关系的发展如何加持两国之间合作等议题进行了喊讨 美国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表示 哈格尔当天在五角大楼与杨洁篪举行了会晤 两位领导人就保持目前中美两军关系发展的良好势头的重要性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哈格尔和杨洁篪还重申中美两国在国际和地区性问题上加深合作 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 并讨论了两国可进一步加深合作的领域 包括救灾和人道主义援助 防止埃博拉病毒蔓延等 此外两位领导人希望奥巴马总统下月对北京的访问是一次成功的访问 在杨洁篪到访之前 第15次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与本月16日在五角大楼举行 这次磋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冠军和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穆斯共同主持 此间双方就中美关系发展的境况 海洋安全 伊斯兰国组织和埃博拉等广泛的安全议题进行了讨论 双方都认同在中美两国双边关系发展的环境下 两军建立持续性和实质性关系的重要性 并强调增加两军交流以促进双方相互了解 减少误解或误判的重要性 最后双方同意建立一个新的对话机制 就两军存在的分歧和合作进行实质性的对话 以促进两军关系进一步发展 而对于目前中美两军关系的发展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19日表示 近来中美两军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 包括此前房峰辉总参谋长房美 中国首次参加淮太平洋军演等 两军关系的发展已成为两国关系中的一个亮点 凤凰卫视实习记者王聪 陈一秋 华盛顿报道 美国印第安纳州警方拘捕了一名怀疑连环杀手 指她涉嫌杀死至少7名黑人女子 43岁的一犯范恩 涉嫌上周五在哈蒙德市的一间汽车旅馆 杀死一名利用互联网卖淫的19岁少女 被当地警方拘捕 她其后向警方供认其他的谋杀罪行 并且先后两次带警方到邻近的家里市 多间弃制房屋 巡回了另外6名受害者的尸体 至今发现的7名死者都是黑人女性 年龄由19到36岁 范恩在德州有性犯罪记录 08年性侵了一名25岁的女子 判监5年 在去年获释 而哈蒙德市的警察局长道地就表示 根据疑犯的供词 她作案可能已经有20年 可能还有更多的受害人未被发现 为庆祝中美建交35周年 有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为中国文字博物馆 美国国际文化交流集团等机构联合主办的 汉字国际巡展的首站 19日在加州硅谷会展中心节目 汉字国际巡展 共分为汉字起源与流变 研究与传播以及艺术与异趣等三大部分 地载和承载着古老而灿烂的华夏文明 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文发展 目前学习和使用汉字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5亿人 汉字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展品来自中国文字博物馆 以实物图片与文字说明为主 讲述了汉字的起源 形成发展演变和传播的轨迹 展示了汉字的书写艺术 及几千年积淀的精髓 有不少华人父母带子女来观看展览 了解汉字的发展历史 展览分别在硅谷和加州首府 沙加缅渡两地巨星 展期一个月 随后还将赴欧洲等地巡展 方浩卫视刘海平硅谷报道 来关心拉缅和加拿大今天的重要新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火来 为帮助领养自中国居住在加拿大的儿童 了解中国文化 一场名为《温爱之夜》的慈善晚宴 日前在加拿大温哥华成功举办 由加拿大青年领袖培训中心 吉布列甸哥伦比亚省收养 中国儿童家庭协会主办 加拿大华人妇女联合会协办的 《温爱之夜》慈善筹宽宴 得到了加国三级政府的支持 加拿大多元文化国务部长蒂姆沃普尔 中国驻加拿大总领馆副总领事 毛润龙等军队活动表示肯定 并希望将中国的悠久文化 在充满多元文化特色的加拿大广泛传播 活动主办方就表示 希望让居住在加拿大的儿童 有机会接触中国家庭环境 并深入地了解家乡文化 因为毕竟他们这些孩子都取决于 就是中国的孤儿过来 所以这个当然就自然形成了 它要真正的是一个家庭 接一个家庭的连接 使我们的青年领袖的孩子的家庭 和他们的家庭 就是说和那些FCCBC的孩子 能够联合成 使他们有个环境 有个平台 说比西省本地的人士 收养的中国的儿童 那么这些家庭呢 就是说他们非常可爱 他们就是非常希望能够 把孩子的中国的传统文化 来保修下来 但是因为他们大部分是洋人 所以在怎么教他们中文 或者怎么保持他们这种 传统文化方面都比较困惑 此次活动通过中国艺术表演 儿童及艺术家作品拍卖 为居住在中加两国的中国孤儿 筹得善款 使他们有机会接受中国语言 及艺术教育 更多地了解祖国文化 凤凰卫视祖克勤 李东尼温哥华报道 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在德国火车司机进行为期一周的罢工之后 德国汉沙航空的飞行员已决定 在20号和21号两天进行罢工 这将导致德国范围内 数以万计的旅客滞留 交通陷入混乱 据悉 为要求加薪和减少工作时间 德国火车司机日前举行罢工 导致德国多列长途火车停运 而汉沙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也随之效仿 即将就退休时间等问题展开大罢工 1450次航班将被迫取消 汉沙航空当地时间19号晚表示 该公司三分之二的航班将受到影响 这些航班大多是欧洲境内 预计有超过20万旅客被滞留 在世界为埃博拉疫情焦虑时 西非国家尼日利亚传来喜讯 世界卫生组织20号正式宣布 尼日利亚已经摆脱埃博拉疫情 并称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尼日利亚迄今共确诊20例埃博拉病例 其中8人死亡 所有病例均可追溯至单一感染源 它就是利比利亚财政部官员帕里特·索耶 幸运的是 埃博拉在尼日利亚没有大规模蔓延 在过去42天中 尼日利亚没有再出现新的病例 这个时间段相当于 埃博拉潜伏期的两倍 不过传染病专家警告称 如果再看看西非现在的状况 就知道还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 而不是着急庆祝 最新调查指出 美国民众收入前10名的城市集中于西岸 其中加州最多有4个城市入榜 最高的是圣河赛 去年家庭收入所得中位数超过9万美元 据今日美国报道 依据美国人口调查与统计局 最新公布的2013年社区调查数据显示 美国最富裕的城市是加州圣河赛一带 当地的主要公司有苹果和谷歌 去年股价走强拉高了居民的收入 而当地的另一个特色是 25岁以上的居民拥有大学学历的比例高达46.7% 另外上榜的三个加州城市分别排在4、5、10名 分别是旧金山、奥克斯纳德以及纳帕 据报道 美国农业部、食品与药物管理局 与州政府有完整的食用与烹饪油产制、检验、进口与回收方面的规定 使用后的油料仍具经济价值是公开交易的商品 并未发生再度进入消费市场的害人事件 据了解 美国的烹饪与食用油使用者集中在快餐业 而且有些美国人对花生过敏 油品原料必须清楚标识 麦当劳全球一致使用新鲜混合性的菜籽油 因安奥汉堡使用的是百分百新鲜植物混合油 同时 麦当劳网站指出 全球连锁的烹饪油近九成都会回收再利用 有些国家分店会集中处理 再制成生制柴油 供运货卡车使用 既环保又能节省能源开支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来关注一组来自两岸3T的短消息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华代表黄安生在北京表示 粮食计划署受到中国政府捐赠的600万美元 用于援助在西非众议三国的紧急救援行动 对此表示感谢 黄安生指出 这笔庞大而及时的捐款将平均分给三国 为超过30万民众提供一个月的紧急粮食配额以及特制营养品 防止营养不良 他又指出 中国大型企业与亿万富翁本可提供巨大援助 但至今缺席 呼吁他们挺身而出 帮助对抗疫情 内地华北地区20号早晨出现大雾 北京、天津、河北等多条高速公路封闭 目前除了石家庄附近的高速公路缓慢解除管制以外 北京以南和以东的大部分高速仍然封闭 气象部门预计 随着冷空气的到来 未来三天 华北地区的雾和霾将自北向南逐渐减弱或消散 北京的雾霾天气会在20号夜里结束 不过预计在23号左右 还将会有一次雾霾的天气过程 香港五大商会20号发表联合声明 表示持续超过三个星期的战中非法集会 以对香港经济造成巨大而深远的伤害 并谴责部分示威者不断暴力冲击警方防线 严重破坏社会秩序 包括中华总商会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 香港总商会 香港工业总会 以及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在内的五大商会 指出战中已到了失控边缘 集结群众必须尽快撤离 支持警方依法维持香港秩序 令香港尽快恢复稳定繁荣 并呼吁群众应以合法理性的方式表达诉求 立即结束战中 让各行业的运作及市民的生活恢复正常 挽回投资者对香港的信心 凤凤华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过后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另外在财经方面 美股周一开盘涨跌互建 随后受到了投资人对公司盈利前景的正面心理预期 以及认定央行会持续支持经济增长的情绪提振 投资人经常追捧伎优股 三大指数纷纷上升作收 我们来看星期一 美国华日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在星期的走势早是开盘呈现涨跌互建的局面 全天是窄幅震荡收盘时三大指数 都是分别上升作收 纳资的寸空指数升幅达到1.3% 标准破了500指数升幅达到0.9% 并且重新站上了1900点的大关 那么道雄斯平静空指数小幅上升0.1% 主要是受到IBM公司的盈利和今后全年的 这个盈利预期的负面的预告 是出现了一个下降的主要的一个拖累的作用 IBM公司是占标准破了500指数30种成分股当中 相当分量重的一个个股 所以呈现了一个向下走跌的趋势 博士上都表示现在整个公司盈利消息 基本上还应该是看好的 特别是一些科技公司 纷纷都推出新的产品 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人的乐观 趁低入场的情绪相对抵消了IBM公司 下跌对整体大盘的负面的压力 所以收盘时 道雄斯平静空运指数 也反正上升左手 另外还记得我们注意的是 接下来一段时间 投资人也高度关注在下个星期 联邦准备局的一年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 在这个会议当中 联储局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将对市场还会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不过星期华尔街股标市场 显出有一个审慎乐观的心态 投资人趁低入场 三大指数早日开盘反复震撑之后 收盘小松左手 以上的新机情况 红红一只旁折 纽约报道 我们来关注 今天世界各地的全球财经指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另外在社区消息方面 美国文通创新合作中心和哈佛中美经济交流协会 近日在哈佛大学联合举办了 2014中美全球创业和创新发展年会 年会以跨界对话 中美创业发展和机会为主题 20多位来自医学界 经济界 文教界 以及政府和民间团体代表 围绕基因组时代的转化医学 中美资本市场关系对话与契机 创业创新背景下的教育和文化产业变革 职业发展和华裔的海外空间 大变革时代下的企业家精神 五大议题开展演讲与讨论 当地约300名中国留学生及各界人士参与 另外上世纪80年代 在中国四川出土的三星堆神秘文物和成都金沙 遗址古文物日前在保尔博物馆开展 向人们展示了这些古文物不解知名的魅力 本次展出的三星堆古文物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 它们也是迄今未知中国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这些三星堆古文物可最塑造公元前1300多年前 那时的三星堆文明中已出现了青铜文化 可当时距离三星堆文明1200公里以外的 黄河东北中原地带中华文明正处于运越阶段 然而三星堆文化在其新生了350年后 又突然地消失了 因此这神秘遗团给后论留下了不屑的遐想 令人神亡 这个展览都非常的稀奇 所以我们想尽了脑筋了 找遍了所有 我觉得三星堆跟金沙的这些古文明 让我们一直回味无穷 我曾经有一个晚上不能睡觉 真的是不能睡觉 因为我就想要得到 但是经过了11年 终于能够达成了 就是对我个人也是很高兴的一件事 我希望所有的观众都能够来参观 在这次展出的三星堆文物中 有三个带有鱼刺性耳朵 和向前突出的众目的巨型人像面具 他们华丽的外形装饰 向观众展示出超凡的魅力 甚至有人认为三星堆文物与外形文明有关 另外一些青铜级展品上有金谱覆盖 或还保留了尤其的痕迹 那么其中最有这个代表性的呢 就是这个青铜的这个大理人像 还有这个青铜这个面具 还有很多这个青铜人头像 还有一些这个是人非人的这个雕像 这些都是以前这个 不管是在世界的古代文化当中 还是在中国的古代文化当中都是很少见的 当然这些奖品让人联想到更多的是古希腊和古埃及文明 参与当年三星堆现场发掘的陈副院长还表示 三星堆古文物显现的是本土文明 即古巴数文明 这些在三星堆出土的古文物 将中国古代历史从春秋战国时期向上推进了1000多年 因此古书文化应该要纳入中国和世界通史中 以上就是今天凤凰每周新闻的全部内容 在天气报后请继续关注我们的天天话题栏目 不要错过 最后再次感谢您的关注 祝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